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烦耶 我最不喜欢碎碎念了 哈哈 我懂 杨老板小时候也不喜欢 不过渐渐长大了后才了解爸爸妈妈的心 他们其实很爱我们 为了保护我们才给予教导或提醒 但可以不要一字念吗 勇敢三明治 请问他们现在还有提醒你不能玩插座吗 嗯 好像没有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长大啦 清楚明白玩插座的后果 也不会去碰和尝试 所以爸爸妈妈能放心也不再提醒了 因此如果你希望他们少说些 对你更放心 就把上帝智慧的话记在心里 听从上帝的带领 他必帮助你成为一个上帝喜悦且孝顺父母的孩子哦 妹 杨老板悄悄话 亲爱的小朋友 真正的勇敢不是去做看起来危险 或者别人不敢做的事 而是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 然后不管如何都坚持到底 神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也是最能够保护我们的教导 有时候好像会有点烦或拘束 但是听从到底 无论遭遇什么拦阻或批评都坚持 这才是最具勇气的行为哦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真言一章三十三节 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真言一章三十三节 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知道你是真理 你的话语就是我最能倚靠的依据 我要听从跟随你 在任何情况下就坚持到底 我也就必能在你的平安中安然居住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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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